美韓洋言发射飞弹威胁美国本土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15日宣布 将置资10亿美元增加在美国西岸阿拉斯加州的拦截火箭数量 并在日本部署第二座雷达加强防卫美国安全 星期五欧盟领导员继续进行为期两天的峰会 在最后一天的议程中 英法领袖预计推动欧盟解除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武器禁运 让反对派可以得到更多支援 早就结束叙利亚流血冲突 美国财经杂志《富比市》公布2013年 美国最有影响力名人榜 名嘴欧伯拉连续两年登上榜首 击败好莱坞名导史迪奔什匹匹伯 记者巴巴拉华特斯等人 让外界高度期待的《诸乐际公园》系列第四集 终于确定导演人选 不过名单一出却让外界跌破眼镜 因为这名导演克林崔伯洛 声评指导过一部长片堪称冷门人选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